白居易出身为寒 刻苦读书 在二十八岁时就考中进士 一举成名 十分得意 一身为官 一直到了四十四岁时 因为宰相五元恒被刺杀一案 得罪当道 被贬为江州司马 这是他政治和创作上的重大转捩点 从此 在陈狱中 他寄情山水 诗作渐转为不问世事的风格 到了晚年时 更隐居洛阳 皈依佛教 过着潜心修行的日子 在圣堂前后 朝廷百官和文人大多修佛 而有些人在修行中 能够知道前世今生的因缘关系 白居易也是其中之一 这也是他修行中很有趣的部分 这也是他修行中很有趣的部分 他的白香山集中 有一首自解的诗里就写着 房传往事 唯禅客 王道前身 音画诗 我亦定中 观宿命 多身债父 誓歌诗 诗中是说着 唐朝著名的宰相房太尉 前世是个修佛的禅师 而大诗人王维 前身也应该是个画家 我也打坐入定 用宿命通观看前世 结果发现 自己在累生累世中 和诗歌有着不解之缘 还欠下了不少的诗文债呢 可见白居易这个时候 已经修出了宿命神通 而他的诗歌才华 也是在累世转身中 不断地累积而成的 所以白居易在十六岁时 就能写出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深的千古名句啊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也为历史上的天才 找到了最自然的解释 而这种说法 也已经被当今 轮回转世的科学研究 所证实了 在宋朝的太平广迹中 就有一则故事 是说白居易的 话说有一艘商船 因为暴风雨迷途 在大海里 在大海里飘荡了一个多月 最后来到了一座海上的大山 大家惊喜的上岸后 看到山中 长满了奇花 在大海里飘草 美如人间仙境 还发现有一座 壮丽的四冠 也碰到了一位 道士打扮的人 他的胡须 眉毛 全都白了 道士亲切地说 诸位皆有奇缘 才能来此蓬莱仙山啊 山中圣景很多 可别错过了 于是就叫弟子 带着他们在四冠内游览 山上的建筑 有如皇宫 金碧辉煌 光彩夺目 大殿之后 并有一座座的庭院 门口都写着主人的名号 当走到最后一间时 看见院门却是锁着的 从门缝中往里一瞧 只见满亭 都是不知名的珍贵花朵 堂上有一个空着的座椅 以上的座殿 似绣精美 有一位商人问道 这么美的地方 不知道是哪位仙家的庭院呢 道家弟子答道 这是白乐天所有 主人现在还在中国 尚未归来 白乐天 哎呀 那不就是鼎鼎大名的诗人 白居易吗 商人们回来后 就把这事传开了 后来白居易也听到了 还因为这个传说 写了一首诗 无学空门 不学仙 恐君此语 是虚传 海山不是无归处 归即应归 都率天 都率天 是弥勒佛造的一层天 白居易认为 他是学佛的人 所以最后应该是 归于佛家的世界 而不是来源于仙道的 然而 人在世间 就像入了迷途 谁又真正知道 自己的前世今生呢 也许我们 都是下凡的神仙呢